重磅 Omicron 变种出现或是好消息早期研究指毒性低症状性 12月7日据法广报道美国首席医疗部闻福奇·多尔向法新社表示几乎可以肯定Omicron 变种病毒不会导致比Delta更严重的病情福奇表示再等至少两周才能清楚它的危险程度 美国国家过敏核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还表示初步分析南非感染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人数及入院比率 清楚显示感染Omicron后病情不会比感染Delta更加严重甚至可能会叫Delta行为 另外来自南非的初步数据表明Omicron 变种引发的新冠病例可能不那么致命 有专家认为这是疫情即将好转的一个迹象 Omicron 正在全球迅速扩散 迄今已在六大洲的三十多个国家被发现 然而尽管新变种似乎传播得非常快 但南非的初步数据中有一些令人振奋的证据 找民由Omicron引起的新冠病例可能相对温和 美国格莱斯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和病毒学家格林称 南非未接种疫苗的人会住院 但他们并没有患上病症 他们不需要欺养 他们的住院时间大约是Velta确诊病例的三分之一 专家称Omicron毒毒共含有超过50个突变 其中仅次粗蛋白上的突变就有32处 使其更具传染性 格林认为 这些突变是个好消息 可能最终导致病毒消失 他说 这种病毒的毒性可能会减弱 它有足够多的突变 不会引起那么多疾病 这是好消息 但我要强调我们还不能下定论 尽量生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克洛敦也说 看起来它并没有Velta变种和以前的变种那么严重 病毒的目标是能够在宿主之间传播 病毒不想杀死它的宿主 病毒想要继续存活 它要怎么做呢 通过变得更具传染性 随着更多数据积累 格林相信有一种令人鼓舞的可能性 他说 我们最终可能会像应对流感一样应对这种病毒 你甚至可能只需要一种疫苗就能同时对抗流感和新冠 科学家们强调 现在就Omicron变种的严重性得出任何明确结论还为时过早 有行病学家 非洲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成员卡里姆周一告诉CNN 治疗Omicron患者的医生报告称 他们见到的症状通常比较轻微 他同时强调 人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过度解读 因为发展成重症病例通常需要较长时间 他们最在第二 第三和第四周发生 现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正在合作 以了解Omicron变种逃避抗体的能力 他们正在等待未来两周收到关于该变种的正确切数据 时刻新闻编辑播报